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交易技巧 头顶的高位的看空信号 高点结构 股价经过两到三波或更多的上涨之后 出现了股价创出新高 但是呢 MCD的DIF没有创出新高 并且出现了向下的拐头 这样的技术现象我们称之为高点结构 通常会引发股价的下跌 举例说明 这是上降指数的30多年的走势图 历史上的高点有这几次 一个是2245点的出现在2001年 一个是6124出现在2007年 一次是出现在5178出现在2015年 这三次历史高点呢 这次有高点结构 这次也有高点结构 我们以5178点为例 做一下重点的说明 这个位置是2015年的5178点 这个位置就有日线的高点结构 大家请看 股价经过连续的上涨 大家注意 这个是最后一个 这是一轮你无视啊 然后呢 这个技术指标MCD的DIF 大家看 明显没有创出新高 看见没 大家可以对照这个数值 所以说这就形成了高点结构 这种高点结构出现之后呢 通常是风险线 出现了股在一股在二股在三 这种高点结构也适合于个股 也适合于各个周期 只是要注意啊 不是所有的下跌都有高点结构 但是呢 高点结构通常会引发下跌 只是高点结构有些时候会形成多次 如果喜欢请大家点个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看到 点击关注其名 收看更多交易技巧